请听第十一集 齐香公鉴约丧命 孩子们都在唱着哥哥爱妹妹妹妹爱哥哥的儿童 齐香公不但犯下了低等的和妹妹闻将乱伦的重罪 而且还派人勒死了妹夫鲁黄公 又让公子彭生当了自己的替罪羊 国内国外对他议论纷纷 为了改变形象转移内外注意力 他立即找来卫会公决定对外用兵 用武力帮助卫会公重登王位 而周天子听到消息后却派兵帮助保护卫国 但毕竟还是齐国实力雄厚 终于打败了卫国的军队和周王派来的援兵 为他赢得了名声 这一天在临滋齐宫中 齐香公正在兴高采烈的吃着甜瓜 大夫连称来了 国军 来来一起吃 嗯 这瓜可真甜呢 孟阳 在 快给连大夫也切一盘 是 这次讨伐魏国成功 连大夫 你可是出了大力的 所以我要好好地靠劳靠劳你 臣不敢当 国军 虽然我们这次讨伐魏国和正国连连取胜了 但诸侯各国多有不服 而且我们还得罪了周天子 臣很担心 一旦天子号令 诸侯响应 将对我们齐国不利啊 是啊 寡人这几日也正为此事担忧呢 一大夫的看法 应该如何是好啊 我以为 最好是要防范在先 避免被动 嗯 比方说 魁丘 是进入我们齐国的必经要道 应该派重兵去驻守 以防万一 嗯 连大夫 你说得太好了 寡人早就想到这一点 我们君臣真是想到一起去了 魁丘 是啊 守住了魁丘 我们齐国就是后顾无忧了 不过 魁丘地土边缘 是个风大沙多的不毛之地 守着魁丘可是个苦才师啊 这样吧 既然你也觉得魁丘是非守不可之地 干脆就麻烦你辛苦一趟 寡人命你为将军 统帅三千兵马 先去驻守魁丘 什么 国军 您 是要让围臣带兵去驻守魁丘 怎么 你有什么意见吗 啊 不不不不 臣不敢 那就好 嗯 这瓜很甜 来一起吃 不要客气 请问国军 我们 何时启程呢 当然是越快越好 那 何时换班呢 怎么 人还没有出发就想着换班了 啊 国军误会了 魁丘辛苦 臣才更不敢推脱 我自己是无所谓的 但士兵们都有家事 总要有个期限 才好啊 还要有个期限 微臣绝不是怕吃苦的人 请国军 明见 好吧 那就等到明年瓜熟的时候 派人去替换你们吧 谢国军 连程从宫中出来 静止到后宫去 见给齐乡公当妃子的妹妹连世 她刚刚把经过晴晴说完 连世就不可遏止的大笑起来 美美 你烦不烦呢 别笑了 好极了 平时我说了你不信 今天也让你知道一下 对她忠心耿耿的下场 我这个做妃子的 平时对她怎么样 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给她了 结果呢 她一心挂脸的 是她的妹妹文江 哼 为了文江 她什么都不管不顾 多大的罪过都敢犯下来 到现在她都不死心 妹妹 你快别说了 这些话 要是让她听见了 你还要不要命啊 你怕什么 哥哥 我告诉你 我现在 很不能牵手就 你疯了 疯了 就这样 连城在的士兵们 赶往奎修 在寒风中寻哨 在风沙中野人 过着在都城难以想象的艰难的戍边生活 而齐乡公 却在尽情享乐中 完全忘记了这些给他提供了安全的士兵们 一年过去了 刮又熟了 这些历尽艰辛的将士们 礼起刀枪 收拾好行装 眼巴巴的望着民资方向 却看不见一个前来换房的人 连城急得没办法 又怕酒拖下去 引起军心变化 就派一名老军士 给齐乡公送去一车填逛 想一字唤起齐乡公的记忆 没想到 齐乡公早把换房的事 望到九霄云外去了 将士们非常气愤 纷纷要赶回林资 找昏君算账 连城生怕闹起兵变 一边接近全力安抚将士们 一边派人送信给宫中的妹妹连士 让她帮忙向齐乡公说情 赶快派人来换房 谁知连士接到信后 反而喜出望外 连忙偷偷的去找自己的乡好 也就是齐乡公的叔叔 公孙吴之 哎呀 你怎么到我这儿来了呀 要是让他知道了 你我就都没命了呀 胆小的东西 难怪你没有当上国君 不过 我虽然没有当国君的福分 可和国君老婆睡觉的福分 却还是有的哟 你就知道睡觉 就不想当国君 哎呀 你这话说的可真轻巧 这国君是想当就能当的吗 现在正有个让你当国君的机会 你看 这是我哥哥派人给我送来的信 哎 这信不就是让你帮助助手奎丘的将士说情吗 这哪是什么机会呀 你怎么这么怒 这就是机会 懂不懂 这叫军心不稳 机会来到 告诉你吧 我已经写好回信 带给我哥哥了 告诉他 齐乡公已经知道 手边将士们心怀不满 正准备对他们采取行动 我怎么没有听说 齐侯要采取行动呢 你真是个木头 我这样说 不就是要促使他们早日兵变吗 那你哥哥他们就肯听你的吗 这 我早就想到了 我知道 单说那昏君要对他们下手 他们还不会干这种一旦失败 就要灭九族的起兵造反的事 我对他们还有一手呢 还有哪一手啊 我告诉我哥哥 你已经参与了 哎呀 我还不知道呢 你 你这不是无中生有坑害我吗 你又想当国君又怕担风险 我告诉我哥哥 说已经和你联系好了 因为仙君过去 就十分宠你这个同母的兄弟 这个君位本来就应该是你的 那昏君上台后 根本不记住仙君的嘱咐 对你这个叔叔十分怠慢 你也早就心中不满 只要你也参与了 哥哥他们造反 也就师出有名了 你呀 你呀 你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 就这么写信对你哥哥说呀 这要是暴露出去 一切就都完了呀 看吧你吓得 浑身抖得像筛糠似的 其实 一切还不全是由我哥哥他们办 你不过是减个便宜 不费吹灰之力就当上了国君 说吧 当上国君以后 你该怎么感谢我们呢 这 我当上了国君 一切就都听逢连称大夫的 嗯 还有 我一登位 马上就立你为国君夫人 绝不失言 还算你有良心 好了 我还得去等我哥哥他们的消息 你就多留点心眼 注意那昏君的行动吧 对了 他今天约我去被秋山打猎 哦 这个是个好机会呀 你赶快答应他 我马上将这个消息 给哥哥他们送去 我看 昏君打了这次猎以后 就可以永远不再辛苦了 这 这就真干吗 怎么 你不想早一天登上国君的宝座吗 我可是想当国君夫人 想得都快疯了 连称接到妹妹连世的消息 带领着守军 在奎秋的军队日夜兼程往回赶 而齐香公带着公孙吴之邓人 在贝秋山上纵火打力 他忽然看着一只野猪从火中窜出 向他的车轮前飞奔而来 他让公孙吴之赶快射箭 公孙吴之却装作惊恐万壮 说那奔来的就是公子彭生 齐香公立即想到他杀死公子彭生时 公子彭生说变成鬼 也要向他索命 历时接的 那野猪果真变成了彭生 正在浑身是血的向他奔来索命 他吓得惨叫起来 这时野猪一静冲到面前 驾车的孝晨孟阳 用身体挡住了野猪 齐香公连站里不稳 一个跟头从车上摘下来 摔伤了左脚 随从们将齐香公送到了 暂射在贝秋山的离宫中 他脚疼的睡不着 伺候他的孝晨孟阳 可就倒霉了 郭君 你疼得厉害吗 那是谁 你看那是谁 郭君 这屋里除了你 就只有我 没有别人 我说 没别人那是什么 郭君 那不过是花和树的影子 我怎么看起来都是人呢 都是那彭生 郭君 这都是你的幻觉 你别再乱想了 还是好好睡觉吧 小陈告退了 不 你不能走 你就立在这儿 立在寡人的床前 是 郭君 那我就站在这儿 我脚疼得厉害 你还是扶我起来走一走吧 好 坐好 我这就给您穿鞋 郭君 您先穿上这一只 穿好了 轻点 怪了 还有一只 怎么没有了 还有一只 哪去 小人不清楚 该不是 会不会被那只大野猪给嫌走了 胡说 你竟敢用这种胡话 蒙骗寡人 我 我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郭君 我便拿小陈 您的疼痛能够减轻 你就打吧 你给我滚 好 郭君 小陈告退了 郭君 蒙羊 怎么了 蒙羊 我脚受伤了 疼得厉害 心情不好 你不要恨我 不 你一身护驾的事 寡人全都记在心上 我不会亏待你的 小人不敢 好 去吧 把伤治一治 再回来 是 孟阳 从其相公那儿出来 正往自己住的地方走去 忽然 从黑暗中伸出一只手臂 急切地恶住了他的脖子 他还来不及喊出一声 就被带到树林里 在活拔映照下 他看见许多将士在这儿 连车大夫威严地走了过来 是孟阳啊 你给我老实说 昏君在哪儿 他睡熟了没有 他在床上 还没有睡熟 宫中还有什么人 还有 还有公孙无知 公孙无知 早就在我们这儿了 小陈 看见他也进宫的 我杀了你 别杀我 我可以给你们带路 先把昏君哄睡了 怎么让我信你呢 我恨他 真的 你们看 我这身上 这儿 还有这儿 这都是他打的 我只愿他死 是这样 好吧 你就给我们带路 事成之后 一定会有你的好处 谢谢将军 那好吧 事不宜迟 有孟阳接应 更是万不一失了 我们兵分两路 立即下手 一定要抓住昏君 别让他溜了 孟阳在前面带路 连称和士兵们跟在后面 到宫门口后 他让连称他们等在外面 听他的招呼 就先走进宫去 静直来的寝室 直奔床前 使劲摇着睡熟的齐香功 国军 国军 快醒醒 您快醒醒啊 国军 快醒醒 国军 孟阳 慌什么 你怎么又回来了 哎呀 连称 连称 还有那个公孙无知 他们连帝杀来了 什么 这不可能 我平日在 他们不保 快走啊 国军 您就快逃走吧 你把万一拖给我 我来骗他们 您快走啊 国军 孟阳 你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国军 您能记住小陈的一点好处 小陈 就更不能忘了您的恩情 您快走啊 孟阳推开齐香功 钻到床上 用平时从来没有盖过的锦 被把自己蒙了起 齐香功眼泪汪汪的 看着床上的孟阳 一蹶一拐的 走向屋门 他还没开门 门已被闯开 他就是 我的门 连称和士兵们冲进来 不由分缩的 将床上的孟阳 看死了 连称 翻过尸体一看 不是齐香功 连忙让士兵们 赶快追 到门口时 连称突然看见 门台下面有一只光脚 拉克门一看 正是齐香功 就一把揪了出来 哈哈哈哈 真是太委屈你了 让你堂堂国君 穿着这样一身衣服 躲在门后 怎么样 要不要再装扮一下 去会会你的妹妹 文江夫人 连称 寡人一向待你不薄 你为何要视之伴上 哼 混君 你连年用兵 独武殃民 是不仁 背负之命 疏远公孙无知 是不孝 兄妹乱伦 害死其夫 是无礼 不念士族 到妻不待 是无限 像你这种 人孝理性 结实的家伙 连做人都不配 还当什么 一国之君 我这是替齐国除暴 不是作乱 可你作为臣子 劝过我没有 制止过我没有 你没有 我用兵的那些谋略 都是谁策划的 你又从战争中 得到多少好处 你说呀 我是昏君 那你呢 你们呢 你们只不过是公报私仇 就你也配说人孝理性 那好吧 我换一种说法 让你死个明白 我要为鲁桓公报仇 要为妻子的公子彭生 讨回公道 连城说着 猛的挥剑刺去 一下子刺穿了齐乡公的胸膛 齐乡公两只眼睛直愣愣的 瞪着前方 慢慢的扑倒在地 齐乡公死了 公孙无知 登上国君的宝座 连氏也如愿被封为齐国夫人 连城大夫成了全清齐国的大臣 可好景不长 齐国的那些大臣们又联合起来 设计杀死了连城 连氏和公孙无知 齐国的内乱越演越烈 消息传到齐鲁交界处文疆的住所 美丽的文疆欺然倒闭 永远闭上了眼睛 多灾多难的齐国 到底会有谁 来执掌权柳鲁安 赞黄无地下上舟 女后 青春把闹春秋 隆振糊都预于云渤 나쁜心丰万民愁 歐萬雲愁 不光 多君亡夢 借故便是山愁 宗观前途行追 听说古古古古前逅 不光有过去往往 见不变是难愁 无关险无心追 不说不过千秋